達賴喇嘛發言人說這位西藏精神領袖星期五 可能會從新得來一間醫院出院 自從星期二入院以來 83歲的達賴喇嘛一直在接受恐怖感染的治療 發言人說達賴喇嘛感覺好很多 很快就會回到達蘭薩拉 這是他自1959年以來的流亡之地 在1959年西藏起義是故被中國軍隊挫敗後 達賴喇嘛逃亡到了印度 他呼籲為西藏爭取更大的自治權 使他獲得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 但遭到北京的拒絕 北京譴責他是分裂主義者 達賴喇嘛上個月表示 一旦他離世他的轉世靈童可能會在印度發現 他表示北京當局冊封的轉世靈童不算數 藏傳佛教認為 其活佛去世之後 其靈魂會在一個幼童身上轉世 信奉無神量的北京中國共產黨當局堅持聲稱 當局才是判定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真正權威 開啟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